其实大家都觉得 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们消费者应该提高法律意识 那接下来我们会请我们现场的行业专家 和我们两位律师 对一些事实情况进行一个调查 我们来看看后续怎么办 来 说身边案例 民法理 情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实际上他这个诉讼的这个请求 是装营纠纷 我们在我们做监理 20年的时间经历的无数个这样的案例 但是我始终在提给老百姓 就是你诉什么很重要 对吧 诉什么很重要 你只诉纠纷就说你俩扯不清 让法院帮你扯清 就很简单了 算账呗 你拿个单子 拿个本 这账对上了不对上了 相对上判吧 他也很简单 我诉什么呀 我诉你工程质量 这他必死无疑 我诉你环保 他肯定输 后来发现这个房主签字 他给我们写的 我们签的房主签字了 我们老头子错误就错的什么了 签好了他拿走了 您指的签字的文件是指这张纸吗 这张纸都不是我们写的 您刚才说就是签完字拿走的那张纸 是不是指这张纸 这个纸是不是就是您所谓的合同 对 对 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看一眼 这就是 您看您在筹上的原子 叔叔阿姨 所谓的合同 这两件纸呢 是一个 我感觉就像一个流水杖子的 对 他不是他敢的 然后最后呢 有一个柱啊 写明了这个一共十点啊 然后写上了总金额 双方签字 施工方签字 房主签字 这就是所谓的合同了 我先问一下先生 这个房主签字是您签的吗 我签的不是那个位置 我签在房主签字的那个位置了 他给挪到这边来了 那印的那个 那您告诉我 现在这张纸是原件吗 不知道 也没有对这张纸 是否为原件 您本人签字 是否是您的 不是 因为他当时啊 您听我问完 在审理一二审的审理过程当中 您没有对这张纸上 您的自己进行过鉴定 对吗 对 那您现在看这张纸 您认可这个签字 是您本人的字迹吗 不是 那我们看到这上面 还有一大段啊 是手写的部分 这些字是您写的吗 不是 也不是您写的 还有一个问题 对方的增项这一部分 你们实际使用了吗 没有 在这张纸上啊 有一个第七项 写明的是此报价 汪含发票 如需发票 自付税金 不含质保金 我问一下 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 您要求对方 给您开注个发票吗 我们给了那四万块钱 两万块钱一次 另有发票 有发票 发票带来了吗 带来了 这两张收据啊 王柯律师 这是收据 最早那个 四万给那个张先生 我看到了 这是一共是两张 那就四万块钱 都给您开了收据了 对吧 我都叫了他们 那我要跟二位明确一下 这可不是发票 这不是发票 这是收据 对的